中文字幕 Reich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這一次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國內知名的書法家蔡介騰教授 以墨遊敬為題展出他歷年來的書法 還有水墨画的作品 蔡老師目前是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的教授 她的作品一直強調結合傳統的書畫、技法 還有現代的視覺、藝術的元素 來詮釋文字與繪畫 除了創作與教學之外 蔡老師也時常發表有關於書法研究的學術論文 《教學相長》、《悠遊墨海》、《自成一格》 這次的展出從今天開始一直展出到4月11號 歡迎大家在這個春暖花開的時節來我們活力彰化生活美學館 欣賞老師別具風格的作品 這次展出的作品有《水墨畫》以及《書法》 這兩樣的作品大概都是以這樣的一個主題思考 來展出的 那我的創作比如說在水墨上 當然會有呈現一種意境的表達 所以我在畫面當中透過山石等景物 來營造一種水墨的一個氛圍 也有一種很悠遊自在的 這種墨的一種渲染 呈現出一種比較這種優雅的意境 那另外在書法的部分也是同樣以一種意境的方式來做一個呈現 那雖然書法以文字來做一個表現 那在書寫的過程當中 隨著比調對於文句的解讀 而有不同的一個比調的一個產出 比如說比較悠遊自在的 或者又有一些可能會比較激盪的 那這一些當中也會把這種造型線條 透過這種書寫的過程把它呈現出來 同時我也運用一些比如說水墨澀澀的這一種技巧 對於一種書寫進行一些豐富化的一種造型表現 那這一些當然就是要呈現一種所謂的意境 那同時讓觀察者在閱讀文句的時候 以及欣賞造型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意境的一種呈現 到李白的這個詩句 產生一種文句上面的聯想 同時對於畫面的情境 這個月亮 以及下面的影子 同時也可以感受到 詩句當中這種情境的一種呈現 那所以也是應用書寫符文 來展現靜的一種呈現